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支持明镜 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剪蝴蝶 说到蝴蝶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且剪蝴蝶的话 首先来说我们准备一张纸 那么这个蝴蝶的话 我们根据我们的要求 可以剪素色的 也可以剪魂色的 那么首先来说 我们先剪一个魂色的 指的折叠 我们采用左右对称的方法 把它折叠起来 它的先后逊序的话 我们剪的过程中 从蝴蝶的嘴巴开始 眼睛 再到蝴蝶的处须 再剪蝴蝶上面的翅膀 再剪蝴蝶下面的翅膀 这第一步呢 就是把整个蝴蝶的轮廓剪出来 但是剪蝴蝶的轮廓的话 注意啊 它的翅膀 上面的翅膀 必须要比下面的翅膀要大 大小的应该是下面翅膀的两倍 这是第一个要点 那么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蝴蝶的翅膀 一定要向上翘 你不要平着 平着那些不像蝴蝶了 是不是 把整个蝴蝶的轮廓剪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修饰 用剪刀 用涛剪的方法 把蝴蝶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花纹 把它剪出来 肥叶的轮廓剪的轮廓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蝴蝶的能够就捡出来了 如果我把它打开来看 就这么一个蝴蝶的蚊色的蝴蝶样子 第二步我们再来掏这个蝴蝶里面的蚊色 这边掏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这个两个无名指和中指稍稍扎开一点 就是这样的掏进去 这是一种方法 你看我这个方法掏进去 现在就把它掏出来了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这个纸绳 我们要剪的这个部分 把它折叠一下 用剪尖采用一个破口的方法 把它剪出来 再用剪尖 掏进去再从里面 慢慢的一点点的掏 就是采用这两种方法 来剪 好 我们首先来说 把这个蝴蝶的处须 看到没有 这个处须剪出来了 是吧 处须剪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剪下面的这个质板 下面这个质板呢 我们再来采用对折的方法 折叠一下 这个蝴蝶下面的质板 这个中心这边的尾巴这边 把它为中心折叠一下 看到没有 折叠一下之后 我们剪心形 剪这个半边的心形 这么一个形状 再沿着这个形状 圆弧过来 沿着这个圆弧剪锯齿 锯齿的尖尖的话 一定要朝着这个蝴蝶根部这边 翅板的根部这边 剪了之后 这边还有多的 再剪一段它的纹饰 把它这个纹饰更加丰富一点 下面的质板剪出来 你可以看得到 看到没有 我把它打开 就这么一个形状 看到没有 这个蝴蝶下面的质板 是吧 那么我们再来剪上面的质板 上面的质板怎么剪 可以剪这个 像那个豆号一样 那个标点符号的豆号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把它挖一下 纹饰剪出来来 在这个边的话 也像这个样子的 把它这样折叠一下 折叠一下之后 我还是剪这个心形 同样是剪心形 这个脂板这边剪出来了 剪出来了之后 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 这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方 我可以再把它修饰一下 怎么修饰呢 我可以剪一些纹饰 蝴蝶的纹饰 好 再把这个蝴蝶的这个绳子这边 把它剪出来 这个绳子这边 我们可以剪月牙 也可以剪月牙巨尺 这个外面这边的话 还有点面积比较大的 我还可以再把它修饰一下 怎么样修饰 这边掏起来 把它掏进去 好 我这个蝴蝶就剪出来了 剪出来 我来把它展开 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们还可以剪树式的 剪树式的蝴蝶 各种形状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变化的 你怎么想怎么变 怎么好看怎么变 看到没有 这是圆形的蝴蝶 各种各样的 关键是我们要多练习 平时要剪多 一开始剪坏了 不要剪 我们剪多了 剪熟了 就好了 这个是我用金色纸 创作的剪纸团笼 这一幅的话 丑凤秀明楼 那么所谓丑凤的话 因为武汉市有山镇 武汉 海洋 汉口 那么我三个凤凰的话 就是代表武汉山镇 围绕着这个黄鹤楼 我这个名称的话 著名称 就叫丑凤秀明楼 中间是一个黄鹤楼 我还根据这个武汉市的这个 这些人文景观的话 我也创作了一种 武汉印象 这边可以看得到 黄鹤楼 长江大桥 东湖 创作出来之后 放在这个纸盘子上面 我这做了一套 有二十多幅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再见 谢谢